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怕一日要煲凉汤 要煲凉汤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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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が出してる力は本当 君の本気の何パーセント いつか全力100% それは疲れちゃうけど ありがと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と ごめんなさい えよってもちわ ごめんなさい 所以11期间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节目就要被卡了 今天也是在杭州 现在节目也考核KPR了 剩下有些朋友出发之前 我们临时就赶紧录了一期 趁着大家都还在 些许想念 好久没说挺紧张的 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个RAF视频 蔡国庆说唱 反正这期录完 大家再听下期 估计就是12月份的时候了 直接明年的新翻得了 预算一下明年月翻哪个比较好 对 主要往后还有广州贺续变 然后什么赖一八糟的这些 需要占用时间的活动 感觉这个电台真是 听一期少一期的感觉 这明明变成月更了 还是变成半月更 下回就月更得了 对我觉得咱已经成月更了 主要是之前打着半月更旗号吸引大家 我觉得还是不能开这个头你知道吗 就大家失望吗 我们公司里面说说月更的节目都很危险 对只能更往后拖 看那个青岛人 我们还是这个青岛人 很细很细 就能坚持这个两个星期更一次 还是尽量就保持这个节奏 不能开这个坏头 我们尽力 我们尽力 行吧 反正还是先说新闻 进入新闻环节大把请 好 那第一条新闻 叫PA-Works 最近是公布了一个新的原创动画 叫天晴烂漫 这个动画是在10月的11日的晚上公布的 然后这个故事呢 是在19世纪快要结束 然后快要到20世纪的这么一个时代 然后就是有两个主角 一个是毫无社交能力的天才工程师 叫天男空买天晴 然后另外是一个就很强的见识 但是比较胆小 叫一色小语 他们两个从日本就意外地漂流到了美国 然后到了美国 他们两个没钱 怎么办呢 漂流到了美国 是还挺怪的 挺想回家的 就人生地不熟的 就为了筹集这个回车路费呢 去参加了一个 横跨美国大陆的这么一个拉力赛 他们两个呢 就制作自己的一个蒸汽跑车 从洛杉矶出发 然后奔向终点纽约 然后本作导演 系列构成故事原案的都是 乔本昌和 然后角色设计和总组合监督呢 是大东百合会 动画是由PA-Works制作的 然后看一下PV还挺有意思 就是那种很久没有看到的跑车动画了 还挺有一些时代的感觉 算公路片 那肯定算 对 从洛杉矶开到纽约还挺远的 一个是西海岸的代表性城市 一个是东海岸的代表性城市 感觉是每开的 然后就会有一段就不同的故事 有点故事什么的 然后在预告里面也出现了很多 其他很有个性的车手 但我还挺在意 刚才说那个从日本漂到美国 因为前日子的日本不是挂台风吗 然后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一头牛 然后漂了大概是20公里吧 一直漂 然后上岸了 漂了20公里 对 也是漂流去了 很厉害 在这个龙卷风炎里面是吧 好 那就是下小新闻 然后也是一个动画新闻 就是TY动画 异兽魔都 那是确定是2020年1月正式播出 然后这个动画是由MEPA负责制作的 然后这个动画原作是个漫画作品 作者是林田球 故事是从2000年开始连载 然后2018年正式完结了 总共是23卷漫画 然后这个故事讲什么呢 就是里面有个人类 他名字叫开曼 然后就因为一个意外的魔法 把头部变成了这个吸一头 然后也失去了技 然后为了找到自己的技 找到那个变回原来的样子 这么一个方法就开始了 《猎杀魔法师》的这么一个道路 他的头是因为被魔法 魔法师意外造成的 然后动画导演是林佑一郎 然后动画是由MEPA负责制作 然后这个PV就看着还挺有意思 然后看推特还有微博方面的反应都不错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这种 很原始的暴力血腥的感觉了 然后这个动画里面 不过吸头是3D做的 感觉还挺廉价 就像有点像带一个头号的感觉 在漫画里面 它是那种就更有生物的感觉 就包括上面的纹路 还有那个吸咬人的时候 里面的舌头啊 口水什么的都看着挺爽 这漫画其实挺好看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去把漫画翻出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漫画也完结了 漫画画的还挺细的 而且还能很完美地展现出 它当那个比较黑暗 而且比较残酷那个视野观 对 是 然后里面就都市设计的挺独特的 然后魔法师设定呢 就有自己的一套挺吸引人的东西吧 就和一般魔法师看上去挺不一样的 行 那么接着下个新闻 就沙村广民原作的一个漫画作品 叫《新的这电波》 然后确定动画画 然后这个动画呢 是预计2020年的4月播出 然后这个动画是讲什么呢 又讲一个女主角叫古铁美奈琳 她意外地成为了一个电台DJ 就像天叔一样 意外地成为 对 意外被拉到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里 永不消失的电波 唐突了 海盗电台 然后动画导演是南川达马 然后系列构成是米村正二 动画是由Sunrise付出 制作的 然后这个漫画其实看过去还是挺用的挺搞笑的这么一个漫画 然后为什么这个女主人公会被选做那个电台DJ呢 就是因为她和那个广播台的一个制作人啊 就意外吃了餐饭 然后这个女主角又失恋了嘛 然后就一边喝酒一边吃饭一边抱怨 然后她说话就很有个性 特别有节奏 可能也有rap天分 80减20年 唐突了唐突了 就意外的就被制作人看上了 试了一次 然后试节目就非常不错 就说话从而都不断 像我们这种电台就录的 对就很容易断 中间断三秒断五秒之后 是经常发生的 为什么会感觉没有断 是因为我们就恰恰解过了 对 感觉我们很健腾 你看真正那种 你听就是你比如说听收音机 听那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人都是非常专业的 首先人家这个图字非常清晰 不像咱们这个说法老师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然后包括时不时这种大笑 但真正很正规的人 这个节目里是不会出现 这样的这种状况 对而且说话也很连贯 中间断也不会卡 因为断了之后就赶紧插广告 原来是这样 咱们下回演 对吧 对咱们这节目 应该是把这个 合计片广告 放在这个节目中间 是我也觉得 就不应该放开头 放开头太没错 对对对 就应该放中间 然后说说 然后插出广告 然后是合计片 应该是 然后把这个广告弄成几段剧情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先吃饭吃完饭出去 出去干什么呢 对对对 然后去合计片玩完之后 又有什么新的小企划 什么的 对 然后您都来到我们节目里边 那这票能不能组队卖的便宜一点 这听众朋友已经 对 听到这有福了 我们现在合计片的票 立刻打进电话 订购 可不是 然后以后再接点什么 什么二锅头的广告 对 你再弄点想零 那个生肖 对 就那种 真是前途无量 对 可以 反正听着这电波 这个我还比较期待 不过广化作品 改编成动画的话 能完全把语言方面的 这些东西给展现出来 对 就很考验这个生肖 对 跟一些音乐的漫画作品 其实动画画的话 其实很有看点的 yes 就是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漫画也是非常搞笑 一个漫画 然后感谢朋友 可以先把这个漫画翻出来看一下 好 下面条新闻 汤浅这名是最近又导演一个新片 叫日本沉默 然后这是有网菲投资的 然后这个动画是总共10集 然后讲什么 就讲2020年是冬天 这个奥林匹克之后 日本突然又大地震了 然后就有武藤 他们一家有四口人 就是为了躲避灾难 就试图逃离东京 但是没想到整个日本列岛 都面临沉默的危机了 无处可逃 对 就这种感觉 然后日本沉默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然后原作是1973年 小仓作 金创作的一个小说作品 然后也是被改编成两次电影 然后这个故事 应该很多人都挺熟悉的 但是这次 探紧建民就感觉是从一个 就普通人的视角出发 从宏观变微观 对 描述这么一家子的 这个逃难的这么一个事情 再重新就把这个故事 讲一个现代版本 然后探紧建民 就是也有自己的评论 就是他说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 就是这个国家是什么的 然后日本人又是 但是什么样子 然后家乡和环境 又到底决定些什么东西 又决定不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做这部动画的一个因素 也是为了就回答自己小时候 就一直在想这么一个疑问 自我反思的感觉 自我反思 对 然后这个制作阵容方面 除了导演的话 剧本是由极高寿男负责 然后音乐的话是牛尾县府 然后动画是由Science Salu负责 制作的 然后这个很巧就是明年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 唐琴真名负责的一个原生动画 是Super Hero 就是超级小白 是那个拉比小溪的一个衍生作品 然后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小白就是那狗吗 对 感觉唐琴真名明年也挺忙的 挺忙 这不是刚刚做完一个电影吗 刚刚做完一个动画电影吗 对 愿意你动成波浪之上 我唐琴真名的作品 大多数都会带有一些艺术的色彩在里面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部作品 是不是也会有它那种 比较很难 就是比较难以解读的那种画面表现 或者是色彩的面容 对 对 它有个性 对 所以当时我估计也是个 这个片可能是个 忍者见智者见智的东西了 你这预告一看 就开始 动剑人 像杜哥这个套话也是很熟练 对 跟大家练起来 万用句式开始了 对 那么就这下个新闻 于不演侠 于不演侠 对 万用句式我以后写出来就摆在这里 大家可以忙 其实最近我很少看到有人用于不演侠这个词 但没想到今天又看见了一回 然后今天是那个10月16号 为什么会看见这个词 这个就别细说了 是不细说 不细说了 那么继续下一条新闻吧 魔法高校的烈等生呢 是确定了TV动画的第二季 然后确定是在2020年内播出 第二季的话 它是题目已经确定了 叫来访者片 然后这个原作的话 是左导琴的清小说作品 故事里面就是 模仿啊 就是相当于一种科学技术了 被广泛的运用和使用 然后主人公是叫斯波达野 好 然后他的妹妹是叫斯波生雪 主要是讲 他们两个兄妹之间的一个冒险故事 动画第一季的话 已经播了很久了 然后在17年的时候 也是出了一个剧场版 然后这次第二季的导演呢 也是剧场版的导演 叫吉田黎莎子 动画还是由巴比特负责制作的 好 反正就看呗 就看呗 对对对 没什么特别想说的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今天的话是16号 然后10月31号的话 全鸭秀罗的第二季 也是要全部在网飞的话 正式上线 好 爽 总共就是13话到24话内容 然后感兴趣的话就是 在那天的话就别错过了 因为上一季 他也是放到当时的波斯新翻那季的月底 没错 就是7月底放的第一季是 是是是 然后漫画的话 网飞现在放动画是真的很 就是直接都放完 直接把这个做完的都放完 对 你可以一口气找一个周末 直接把这个全都给看 看完大概12话的内容 是网络电视台吗 我觉得电视台就是要像网飞这样 点播台 是点播台对 从来都等别人 从来都等别人点 等着等 对 而且网飞你可以点喜欢 但是就没有评论 我觉得看 不看意思 差点意思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 现在习惯就看什么都要看评论 然后看各种社区吧 他就完全屏密社区 自己做自己内容的还是挺独特的 有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这种体验 就看完一集就下一集 你也不需要去看别人的想法什么 你觉得好看的 那就是好看 网飞给你一个纯净的平台 是 就仿佛这个平台里边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对 可以 行 不知道国内是不是也会 什么时候也用上这种东西 也许也会有 腾心视频看假面 弹幕关了也是一个独自的享受 那我这边新闻就差不多了 你给我补一下吧 豆哥有吗 我先补一个吧 然后那个就是这个跟动画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是这个K社的非常著名的作品 Clanand 然后这个将要在这个10月17号更新这个景体中文补评了 对 这个作品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 不会陌生 毕竟这个玩的大家族大家也听过了 都是很多年轻朋友小时候玩的游戏 对 我看我发这篇新闻之后 下面有一个读者回复 我说已经晚了 N1已经考过了 那你可以再玩那些现在还没有更中文的 对 然后对 反正这个作品就是反正就是通过这个家族这个主题 讲了一个小镇之中发生的事 非常感人的日常故事 对 爸爸好冷 为什么什么看不见 就唐突了 又来 对 确实 然后这个作品就是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上次进步了 然后也是一直承诺说有中文 然后很多玩家也是一直在等 平好 对 这次就终于确定这个景体中文补评 在10月17日直接就推送 对 你只要买了之后 它就自动更新 免费更新 对 免费更新 这样正好也可以让很多没有体验过这部作品的朋友 现在以这个时间点 然后再去体验一下 是 然后如果就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那个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PS4版或者NS版会不会有中文 它这个官方说了 就是不是网上发行的 这是我们没法负责 所以要 冤有头战有主 话里就给你暗示了 对 所以说就是别问我们 我们也管不着这事 别骂我们 再等等 学员这个事情还得去问索尼 但是我觉得它在NS上出应该挺好的 然后它这个K社还在新浪微博开通了官方微博了 挺有意思 虽然一句话也没说 但是我估计到时候以后 以后发点新闻 发点消息什么的 因为毕竟你说这个Kanada完了 你还致带Art Story呢 是吧 对 这个都可以期待一下 你基本上没说 是吗 一条都没有 一条都没有 是零 那你给他发私信吧 对 他就是先开一个 先这样开 然后等以后再发 对 就跟那个多万国先把这个小电视商标注册 对 都是明白人 好 豆哥是补充这个 对 我补充这个 偏充呢 那我说一个吧 就是宝可梦的这个新动画 精灵宝可梦 或者说宝可梦 就是采用这个双主角的设计 新主角名叫小豪 是GO 是一个十岁的少年 玩随车 对 没错 然后呢 他的这个主精灵是这个炎兔儿 就是那只小兔子 肩队里面这个 小智呢 形象也是变了 感觉这个瞳孔啊 变得更大 显得更可爱一些 但是 怎么说呢 好多人就觉得 这不是我的小智 这说话其实有点怪 是不是 刚说完宝可梦 然后说人什么 然后那个新的动画呢 将包含 此前冒险所有舞台 且包含这个 加勒尔地区 就是建议这个新地方 动画将于11月17号首播 然后前期的官方 还公布了这个两个角色 一个是鹰木博士 是在小豪和小智两个人的旅途 就冒险旅途中呢 提供很大帮助的这么一个博士 还有他女儿小春 然后小春呢 用的是那个莱电汪 就是那个科技 电池的科技 然后两名角色的配音 分别是中村优衣和花则香菜 好多人就说 这个感觉就是还行 但为什么是所有 就包含所有冒险舞台的 就是有一部分玩家 开玩笑 开玩笑猜测说 肯定是Game Freak那边 没好好交作业 然后你那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这就只能 把之前东西好多东西 重新整合一点 搞一搞 不过他说的还挺壮大 而且这没有浮标题 所以感觉是一个 是非常一系 这个日月耻辱的这么一个作品 日月耻辱 对日月动画 讲真的那华丰 你看看 他收视率真的是 这个是越来越低 对 想当年这个新宝可梦的 这个最高峰 可能就是XY的那会儿 因为XY的做 就是做画 还有他最后决战的时候 那个水准基本就是剧场版的水平了 最后比赛很紧凑 一场压一场 然后现在这个日月马上又要 就是角质夺冠之后 又要有一场大赛 据说这个从一个片来看 画风是这个又上线了 然后这个作画 也都不错 期待一下 然后我这就这么一条新闻 我这还有一条新闻 是这个放学后海滴日记 确定将于2020年4月 推出TV动画 这个动画作品 这个漫画作品 这个漫画作品的原作者 是这个小板太枝 然后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女高中生钓鱼的事情 钓鱼之法 钓鱼之法 女高中生钓鱼 没有 就是这个正常的钓鱼 对 就是他这个女主角 来到了这个新的学校 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叫做海滴部 就是这个社团 然后这个海滴部是干什么 就是每天出门去钓鱼 然后跟这个社团里边的几个人 就天天的就是各种钓鱼 然后这个漫画里边 很有生活气息 对 很有生活气息 然后很退休 漫画里边就就是给你讲了很多这种 比如说钓鱼的相关知识 很明显这个作者非常喜欢钓鱼 所以他就画了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漫画里边 学一些这个钓鱼的小技巧 这就可以学一下 对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经常就是摸鱼 就真的去摸鱼 有于水高 有于所以就是就直接把车开 我今天有事要去见一个什么客户 特别紧急 然后就开车开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小湖边上 就叫鱼摸一上 摸一下 可以 可以 行 感觉还是挺舒适的 可以学习一下 我是看这种 就是以女高中生为主题 然后看她们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去干一些 大叔该干的事 对 就是跟女高中生这个身份好像不是那么贴合的一些事情 那我这个就是抱着这个学习新的姿势的 钓鱼技巧 对 但是在北京好像还真不是很好钓鱼 其实也有 不让水库那边都有 对 已经跑那边去了 你说的 水库现在不让钓鱼 不 它就有那种 怀仁明云现在这水库都不让 它都不让你过去了 它有好那种承包制的那种 就是你可以去钓鱼 你可以去卸岛钓鱼 但是好像挺贵的 据说 就是那个鱼 你真的想钓鱼的话还挺贵的 我想你要是以后出一个那个 什么美少女斗鱼鱼什么的 日本 日本不是有这个比那个甲虫 那个甲虫叫什么 独角鲜 对 不是有这种 但它没有斗鱼鱼 可以弄一个女高生斗鸡什么的 反正是这种题材 你说的还挺离乎 你看连那个女高生赌博都有了 对吧 那对吧 那怎么不能逗个鸡什么的 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这个动画是由这个动画工坊制作 然后这个大V孝晴担任监督 好 期待一下 可能可以先看看这个漫画 还挺有意思的 行 新闻那大概是这些了 那咱们就 但是我想说一下那个事情 不是说废话不多说了吗 请讲 对不起 我要说一下这个事情 那你瞧 就是关于这个 避兰航线一二季同时开播 对 这也是可以算个新闻 对 就是 这个10月份动画不是有避兰航线吗 对 然后还有这个避兰幻想 第二季 的第二季动画 然后后来那天在网上 大家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图了 就是有这么一个编辑发的新闻 说这个避兰航线 10月份的动画 然后同时推出第一季和第二季 然后他后边还写说 这个让人很苦恼 不知道是应该同时看 还是应该先看完第一季 再看第二季 对 他说把这个版权分别给 国内两间这个视频媒体 对 然后说这个让这个观众很苦恼 还挺幽默的 有点像这个假新闻的感觉 对 有点这个洋葱新闻的感觉 他特讲特那什么 说这个第一季讲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季讲的是什么 但我看这个图都是恰多趣味 也不知道这个原是哪是原 我觉得应该跟有什么洋葱新闻之类的 我找一下 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故意能发的 确实有这么个站 就是有一个网站登了这片子 那还挺幽默 对 可以 还是挺有意思 就感觉就像太空堡垒一样的 美版的超龙教赛 对 就把两部不相干的作品给你剪到一块 然后编一个特别合理的视野观 不过那还挺神的 他们那是精简 这是直接没有怎么说深入调研的混的一谈了 那你说避兰航线和避兰幻想怎么能混的 这还挺难的 没有 还是挺容易混的 导演之前采访 我说去年年底 我记得是 说今天有什么游戏 特别 明年期待什么游戏 他说蔚蓝 我说蔚蓝 蔚蓝不是何具变动那什么 他说不是 他说避兰 避兰幻想 re-link re-link 然后我都没再多问 我觉得他以他假喜欢的态度来说 我也甭说什么了 对不对 就采访的时候出了一个小意外 对 是 行吧 让我想起了即将加入P5R的双叶性 你怎么还记着 这都是小事 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是评论别人的评论 上期话题是联动 主要讲的故事 其实是我和娜迪 去日本出差的时候 顺带去女咖啡厅 正好有比较号线 两周年的日服纪念活动 吃了一些奇怪东西 然后拿了一些奇怪的奖品 对 那你看你那个 给你信封里边那是谁 没看我没拆开 我靠别不拆 我今天回家拆一看 他们给你就被拆的 对不对 他那里边写的什么 他那几个都不一样 我那个是背法和那个犹太传 犹太传叫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直接说 说啥呢 就是那个掉金币那个 掉金币 女仆 戴眼镜 我老管叫犹太传 因为他那有金子 没关系 就是这两个女扑船的 爱丁堡 准备的这个 应该让版本来 对 就是这两个准备的一些画 然后我们去弄这些 准备这个茶会 怎么知道的一些画 然后给你这个指挥官说 那个感谢您来 什么什么的 其实就是那张纸 然后那个特别有一个贴纸 假拉风 但其实那个 你拿一特薄的东西 你能给他完美的给弄开 你是不是就是因为 舍不得你贴纸 没有我就忘了 就把这事给 我怕你是连放哪都忘了 我都忘了 他还给了一只东西 然后主要就是讲这个事 就是去女房咖啡厅这个事 讲这个联动 然后大家就留了一些言 然后我先读一条 前两个都我读 因为这个跟我们吃饭 这有关系 一个叫 Sin Chan的一个朋友 说好奇 Nadia到底喝了什么 所以查了一下 菜单上写的是豆奶做的 南瓜汤加上打发的这个奶油 再加上派 然后 对 然后的确有豆 他是这么说的 那看来那就是南瓜加这个 就是豆汁 说白了就是豆汁 对 豆汁和豆浆不一样 那他说这派很奇怪 又多了一些新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叫 这个叫 这怎么念 什么什么什么 Tokamak 这么一个朋友说呢 说那个奇怪馒头 应该是斯康吧 就斯康 然后 说可能是那间店 改良做法 所以有点奇怪 然后也有其他朋友说呢 就是斯康这个东西 也不只是有那种 外边烤焦的一种 因为我说那 其实像个馒头 它外边不是焦的吗 它并不是焦的 它是纯白的 然后 也说有好多做法 可能这是其中的一种 也说不定 对 这的确是我没见过 然后还有朋友说 这个东西 应该在这个甜点之前吃 等于是这一盘 最先开始吃这个 就先吃一主食 对 然后之后再吃甜点 对 但也挺咸的 不是它主要是温的 那个温的吃的特别怪 因为别的都是那种凉的 就比如冰激凌什么的 冰激准或者成分的 然后就只有那东西是温的 对 感谢大家科普 然后接下来 那我再念一条 说自己喜欢什么联动的 叫星光优利的朋友说 想起去年碧蓝幻想和麦当劳联动消息 为了拿到皮肤和素材 那段时间在日本那边打工朋友 伙食基本都被团友们包了 就是这边出钱吃 对吧 对 然后之前也听说汉堡王要和明日方舟联动 希望能搞快点 别来幻想你把多少人的生活都毁了 你这个我想起一个事了 就是去年唱歌带军你知道吗 对 他有一次去日本 然后去探访日本咖啡店 就说日本的咖啡店跟前世间咖啡店真不一样 咖啡店就普通的咖啡店 对 然后他就说 他说这个咖啡店真不一样 你看他有分时段 对 一到时段一开始这个咖啡店没有什么人 一到时段大家都来 日本人真是特准时 其实他去的是有活动 对 其实你看我在这点了两杯咖啡 你看我还送了我小礼品 大家一看是避来幻想 我靠 居然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直接进主题餐厅 对 也不知道什么 光顾着感叹了 这场面就特别尴尬 可以这么个事 就是朋友圈文章爆款 对 当时确实爆了一下 但为啥明尔方舟跟汉堡王合作 之前就是民意特高 然后汉堡王那个微博互动 不是比较亲民 也说了 他说我们会做试试什么什么的 明尔方舟不应该跟什么顺风快递 有一个这种合作 因为他里边有一个企鹅物流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合作就行 对 企鹅物流 明人都7号 对 不过对这个说起来 其实之前 只好我可以念一个听友的留言 他叫陈宇CY 他说这个 FF14黑色肥陆星舵舰机站 对 就是这个 还预计能量时间 就是切换职业什么的 这个确实是当时吃垮了所有很多很多人 毕竟就是 做棋嘛 游戏中 游戏中做棋就挺稀有的 你过这村没这店了 大家也就疯狂的吃 当时我也给 对 有好多人也拜托我 说帮忙吃一吃 对 然后我就很荣幸的领了一套餐 对 我是 给学哥了 我是那天买了一个券 然后我家边上就有一个肯德基 然后我坐地铁回家 是从那出来 正好买了 就把那个券给换了 然后之后就拿一堆 然后就拿回家了 正好我爸妈那天晚上也在家 然后我说这是公司发了福利 我说是公司发了一件 然后我给兑换了 然后就让他们俩给吃了 是 对 我是连吃两天 最后我跟我媳妇 我们俩是真的不行了 对 就要死在餐桌前面的 量其实很大 而且不愿意浪费 对 但他说四人份 其实我觉得那量 三人份 三人份左右 三人份其实是 对 但是基本上 想要这个的 想要这个做棋的人 就一个人 这鸡算一份 然后那个黑鸡算一份 剩下的餐是三人份的餐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 所以说反正就吃挺痛苦的 网上有好多改图什么的 对 怎么办呢 FF14你把多少人的生活都毁了 确实毁了 对 而且 昨天有很多朋友 连线都上不去了 对 他们都说叫赛博幻想2002 就因为他会报2002的错 正好就借此也说一下 这个最幻想是 咱们录的时候 最幻想14的5.0也更新了 对 在这之前我们也很有幸的 就是收到盛区跟VGame的邀请 我们参加了这个提前的试玩 对 然后玩完之后感觉5.0确实不错 挺好玩的 很适合一个人玩 因为是个网游 对 他加了很多单人的东西 就是你即使跟朋友组队也好 一个人玩也都可以 对 也都会有很多的玩法 对 就这个游戏运营了这都这么多年了 也是一点点在变好 然后也有玩家就评论 就是说 最终快想最好玩的一个版本 就是下个版本 对 这次版本也不会 而这次版本最好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最出色的一点 就是它的剧情写得特别好 就是基本上来说 玩网游什么的 看剧情的其实很少 就是对 可能也是咱国内很多玩家 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或者怎么样 但是最终快14真的是一块 就是你可以进下进来去体验 这个剧情的一个游戏 而且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你看过场动画的时候 它不会给你扣点卡钱 不走时间 不走时间 对 所以说你就可以放心淡淡的去看 这点挺好的 不错 但我估计等咱这个节目放回来 很多玩家可能 就是也还没有机会能登上 因为最近这个服务器确实 不会吧 今天16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它不可能一下修那么多天 希望吧 架服务器还是挺快的 然后我再念一个 是这个小木灯六BG 对 这个是国内Bondream和罗森联动冰箱贴 三四十的面包换一张 可全北京每片的店 每片的店里边的角色都不一样 七八月顶着太阳 把城里的罗森快跑了个遍 才能把能收的都收齐了 累脱了胯 还连着吃了一周的面包 现在去哪不用开导航 就知道附近有哪家罗森 而且还换上了面包PTSD 他刚才说那应该是三四十个面包换一张冰箱贴 还是这一子 几卡呢 三四 不是一个面包三四十块钱换一张 三四十个面包换一张 对 您这是 那一个面包怎么着 少说得七八块钱 七八块钱 三四十个 可能是那种买两个打折的 处理面包 我讲得哪 我还觉得 首先我不知道编上帖有多大 有一个磁盘这么大 我估计还行 你有做啥的 小的 人的节目都 走的感觉都没了 不播了 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说什么的 就是三四十个面包 我在日本当时上学的时候 也热衷过罗森的吉小贴画 在起点 当时我换过 是轻松熊主题的一套杯剧 就是一个杯子和托盘 然后那个做工还挺不错 而且那杯形很正 那个是三四十个面包类的东西 可以换一个 因为有面包卖的贵一点 我甜品类的 卖贵一点的 他会给你两张 那不错 然后等于 这么算下来 其实价钱差不多 结果 如果只是一个一般大小 别想贴到 我觉得这确实有点死 罗森你学坏了 不过确实 你要是想在便利店换东西 基本上都要拿不少的东西走 之前我有日本的朋友 在大阪 他帮我去买 FateGo跟罗森联动的 他就是买果汁 买过多少瓶 就可以换一个文件夹 哥们就直接整箱整箱的提 换一堆 换一堆 按理说文件夹 零售店当批发店 和编帖这种 比较小的这种奖品 然后一般都是买三件 或者两件零食 或者说水 可以直接换一个 然后三四十个面包 换一张的话 是吧 但是有联动就不错了 能在北京的店里边 有联动 我觉得还是个好事 上海的联动会多一些 上海那个是罗森还是全家的 这不是跟碧兰航线 跟碧兰航线 当时有这个 是罗森吧 应该是罗森 应该是罗森 对 搞挺大的还 挺好 但是北京 我感觉罗森和全家挺少的 我很少见到 对 七十一比较多 对 就还是七一一这种 稍微多一些 但是上海好像 罗森和全家就特别多 也他们开的早 巨多 对 而且我听了消息 就那个一番赏 不是马上就要进国内了 是吗 对 正式进国内了 躺着赚钱的牌子 在几个试营业点 然后看有辽宁的店 对 计个位数的几个店 对 目前也还是在试点 但是也不知道 现在抽一发有多少钱 请问Social 是不是可以给安排一个 我的小缺业员 我感觉你们Social也不缺 那呢 是 行 那我再念最后一个评论 请 薛定谔的阿怪 说这个 说是看动画的事 说刚看完完节的这个 女高中生虚度日常 每次看完这种日常翻 虽然很舒坦 但存有种意犹未尽的空虚感 正好 咱也可以聊聊 那个10月份动画 就是咱们这次的新话题 之前我是不是还真的是很喜欢 很推这个动画 女高中生虚度日常 然后最后两集 基本就是走这个特别煽情的证据路线 然后前一集是讲这个对偶像的感情 或者说以及这个得知偶像真身份 是自己老师之后这种反差感 然后以及最后他恢复了自己这个心态 说那个就是比较正能量 可以说是 就是直面这个现实 然后最后一集呢 又是几个女孩之间那个友情 说你别咬猪了 回来上学吧 这种 这种怎么说很胡闹 但却那个非常让人感动的这个剧情 然后就最后就这么随着他们的 又上了一个学年吧 上了一个学年 结束了 然后对这个动画就结束在这了 我靠 我这真是 我很伤心 以至于这种失落感 像他这种空虚感吧 这位朋友说的 然后让我一直持续到现在 以至于我这个十月份 还没能缓过来 对 没怎么看新的 仿佛想抓住这个九月的尾巴 我靠 抓不住了 然后只看这个 今天都十六号 碧蓝幻想 对不起 不是碧蓝幻想 碧蓝航线 你这懂包袱呢 对不起 对 碧蓝航线 和这个另外一个片叫这个 慎重俑者 只看这两 那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聊了这个动画 因为大家都看这个碧蓝航线 所以待会咱可以一块聊 那我先说我比较气温的这次 这个十月翻 可以 这个全名 现在是动画环节 没错 聊聊动画 对 然后叫 全名叫这个勇者明明超强 却过分慎重 这是一个挺新的青小说 是17年的作品 17年2月份首发 然后在今年5月份是有了这个漫画版 好 就紧接着这个十月份就推出这个动画 而动画看点呢 就是 呃 先说简单说一下剧情吧 就是一个新手女神 就是神界 那 大家 那都跟人是 但其实她们都是神 然后说有一个新手的这个女神 说这个给你派任务 然后说你这是S级的难度的拯救世界 好 然后你得拯救这个世界 就说行 然后结果表面上看说 哎呀那太好了 什么干完这一票我可以出面 但其实她也很慌 说既然S难度得好好选 就选了一数值特高的 嗯 人数值特高之后呢 本来以为自己没问题 结果 这个人吧 明明数据特高 但是他什么都不敢不敢干 就说我得不行 我得锻炼 然后哎你这个是不是要害我 你是女神 为什么不自己整个世界 就十万个为什么上 就跟一些刚穿越到一世界那种 那种人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他那边也吐槽了一些 就说那个日本人还真是爱穿越呀 什么什么的 那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是有点反套路剧这种 而且男主嘛 就是一个冷罗冰山的帅哥 然后也他就是这种比较冷的人呢 然后时常这种 就冷面笑将的那种东西能激发出来 然后这个女神呢 基本就是 怎么还冷面笑将 是冷面笑将 他一些行为确实很搞笑 他也生活得像小乔 对 没错 然后这个女神呢 基本就是一个吐槽 吐槽这个勇者 然后吐槽自己的一些行为 然后吐槽敌人的行为 然后表情还特别多 他里边做各种演绎 基本看了第一集 大概就能明白 能截出一堆表情到来 还挺幽默的 对 还有就是这个男主的声优是 梅园于一郎 然后女主是凤几海生 那难怪是个冷无缺了 像之前对吧 之前那个各种 怎么说女性像动画的美少配 然后最出名的可能是 哥布林杀手 对 然后凤几海生就不说了 之前的《青音》里边 或者说这个很反差 他的确戏路真广 是 然后上一季 这个女光生 这个LOBO 就那个机器人特 最正 看起来最正经的那个 也是他配的 然后这次女神呢 基本就是 随着她这个 作画演绎多 她这个台词 这个声线 或者说也是特别多 这一个人仿佛有千面 就是有的时候吐槽 然后有的时候 直接脸崩坏的不成样子 然后就特别恶劣的语气 也有时候呢 又看着男朋友帅 然后就说 翻花痴或什么的 就全能给表现出来 对 毕竟风一乱生 算是老的 老一辈子这个声优了 对 然后梅园鱼狼 他本身 他就特别擅长配这种 很清冷 感觉很清冷的帅哥 比如说那个 《被囚禁的掌心》里面 那个《情人》也是他配的 对 而且他本人长得也很帅 对 他本人是 应该是干平面模特出生 跟华伯一样 对 所以说 也是跟这个角色比较 就是搭队 这种意思的 本色出演 什么汤姆克鲁斯那种感觉 我演我自己 行 但是除了必然航线之外 我就看这个 大家各位再说说自己看的吧 行 那大家请 我确实不敢说 什么请 你看了什么了 我是这样 我看了这个《别团航线》 先是 然后又看了这个《无限之助人》 但《无限之助人》 我真的不敢说些什么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之前的作品 老TV没看 对 所以也不敢大肆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是好 是真的好 好 别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了第一话 非常的震撼 他的里边的这些设定 包括他第一集 里边出现的反派角色 这个造型 当时真的还是冲击力很强 没看过老的也是一种新的冲击 也是好 包括这个动画 我发现他这个音乐配的特别的绝妙 就是那种 像这种武士之间 这种对决的时候 你放在别的一些动画 或者游戏里边 总是那种非常激昂的那种音乐 就是那种节奏很快的音乐 他在这个动画里边 第一集 也不算对决 他们在打斗的时候 这个音乐其实非常的舒缓 这个调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感觉 这个feel 就找的真是太好了 很悠扬那种 也不是很悠扬 就是你很难单纯的用这个一个词 去简单的描述说 他选用这个音乐 到底好在哪了 他就是好 对 但是真的就非常的合适 对 就特别棒 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男主身优势 今天见次郎 对 老朋友了 这个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现在只要是一个成年带刀男性 就一定是这个 对 一定是他来配 我觉得即使各位是去年 或者今年才知道这个人的话 也能在各种地儿都听了他的名字了 对 游戏 动画 或者什么 对 挺火的 对 感觉就像雨宫天一样 一下子就突然火下来了 突然火 而且雨宫天倒是 雨宫天那是突然火吧 我觉得雨宫天挺突然的 对 雨宫天反正现在也挺火 对 一直就挺火 反正是 我感觉突然火 在各种地方能看到他的名字 是 曝光量一下增加了 挺好的 人这个实力也不差 对 挺好的 然后别的 我看了一个之前的动画 然后《无限之助人》里面的女主配音是左仓林音 是 左仓大法好 而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 就冲击力很强 真的推荐各位朋友去看一看 很久没有看到这种时代剧风格的 对 是这样的 然后还看了一个以前的动画 其实是漫画改的 叫做《暴音少女》 不知道大家看看 还挺唐突 真的 是吗 也没有很唐突 因为我是不是这个摩托车定了 所以就是在这期间 得看一些相关作品来刺激自己 不知道你定的是什么摩托车 能透露一下吗 这个没啥可说的 就牌子反正就是KTM的 然后别的也没啥可说的 没有搞个哑巴哈的 这个东西 就在北京来说 我不知道其他国内的地方 在北京来说 你真正想买 比如说知名日本品牌的摩托车 其实可选择的非常的少 就是你这个可用选项 其实是非常少 你可以每次出差 去那买一定件 然后起来一次之后 自己拼一辆车出来 乐高technic是吧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就走私最后零件的时候 然后被海关给扣掉 被海关盯上很久 对 best match 后面两个变迹说 盯上你差不多快三年 行 对 然后看这个爆音少女讲是什么 就是这个也是以女高中生为主题 然后讲述女高中生们骑摩托 日常生活故事 对 然后我是很早之前买的漫画 然后后来动画之后 当时就看了一遍这动画 然后这天又翻出来看 这动画还是挺好看的 还挺有意思的 就对于摩托车的种种表现和展现 都挺有意思的 那您最近都是什么时间段去开摩托车 去兜风了 我车还没到呢 我这不是刚定了吗 这个还得等车检上盘什么的 一系列都好了之后 就可以周末出去去骑摩托车了 大冷天是不是带着骨子 冬天可能还真不能 你给套一内 就是大家骑什么电摩电动车 经常套了 前面套一面 大扁手套 对 反正现在就期待着 我的摩托车到之后 就可以疯狂去骑车了 最近在我保持这个热度 所以找很多摩托车 就得刺激一下自己 别的游戏不玩的 玩那个FC的特技摩托 FC特技摩托 玩暴力摩托 暴力摩托 对 然后还看什么逮捕令 什么的 跟骑摩托相关的 可以 狂看 反正是这样 大扁有什么想推荐的吗 我最近还看挺多的 就是有周四有天晚上 我从六点一直就看动画片 没想到就看了快十二点了 那天就正好晚上是 是周四晚上是更新 高达创前者 就新的 然后后面都一直有动画片 看还挺爽的 然后最近是看了BestArts 只有然后有一个叫 收到动画 收到那个 我看了 我看了 我先说一下 最近看了 我突然忘了 我突然忘了 没什么可说的 就过 您这整的 还有那个 我真的突然忘了 No Guns Live 无限之助人也看到VR画了 还有精神俑者 也挺有意思 还有个是侦探片 就讲检察官破案的这种片 叫巴比伦 也挺有意思 还有别拉上线 等会聊 还有高达创前者 看了不少 还有几个没说 先说几个 就那个BestArts 特别是最近来去 打大话找出来看一下 就讲什么 就讲女人动物之间的 这么一个感情纠葛 双方动物城 还有他们的成长 里面还有恋爱要素 也有对食欲 就对持肉这个事情的一些了解 它这个漫画的原作是 百云八流创作的一个漫画作品 然后我觉得看上去像是一个很有青春活力的这么一个女人动物的群像剧 那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些比较深刻内容 就比如说种族之间的对立 还有跨越种族之间的恋爱 还有一些禁忌问题 它里面是分成两类一种是食草动物 一种食肉动物 但食肉动物 它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吃肉的 对 然后但是又很想吃肉 就规制它们不能吃肉 对 有一些是触及它们动物本能的问题 那它们吃什么 吃人 人类被捕杀 其实豆腐汉堡 素肉 对 我曾经想过 就是说你要说弄一个吃肉动物 比如什么狐狸什么来吧 老虎在家里养着 你可不可以给它慢慢培养成一个吃这种东西能活 不准吃肉 因为肉很贵对吧 我觉得应该不行 因为它们有些身体结构什么生理结构 就不能长期的大量食用 吃肉是为了它那个自身的 开始了 明刻的第一步 因为最近发现在淘宝网能买到好多奇怪的动物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不是要买孔雀 大家办公室一人出几十块钱 在办公室买一孔雀养 但是我以前去那家校 就是在那个校区里边养孔雀养羊驼 具有方式 还有没有 然后就夏天时候还给那个羊驼把毛剔了 剧盗看 对 养孔雀就跟鸡一样养 对 然后真的就那孔雀就自己在校区里边溜的 对 特别牛逼 对 可以 可以 挺有意思 再接着说 漫画主人公是一个叫格雷西的狼 心里很善良 然后随着这个故事进展 也会有不同的动物 然后就描绘 有的时候鹿 有的时候兔子 有的时候有母鸡什么的 然后这个漫画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角色的深度 还有这个完成度上面就特别高 就可能近几年我看漫画 就很少看到这么有特点 这么有个性的角色 然后这个半元八流这个作者呢 也是93年出生的 也是很有天才感觉的这么一个作者吧 然后他父亲也是著名漫画家 板元慧介 然后板元慧介当时看到他女儿这个漫画的原型呢 就说 就说 这个狼那个主角就一生不熟吃喝了 再多说一点 就是那个 半元八流 他最初是有一个电影梦 也有一个电影梦 他读大学的时候呢 是在那个武藏野美术大学 造型构想学部的一个印象学科 就是学制作电影 但他上学上台前就发现 这个作电影这个事情太困难了 于是就开始搞漫画创作 但是他搞漫画创作的是怎么回事呢 他一开始就搞漫画创作的是画从人本 然后给谁看呢 那只能是 给他的爹看 然后他爸爸一看就说 哇 你也不错 有前途 然后他爸爸就拿着他的女儿的漫画 给以前自己认识的编辑去看 帮了他女儿一把 就推了一把 他然后也是 毕竟看之后就觉得这漫画不错 就会是这个俯护无权女的这种感觉吧 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去连载 去开些会议 去决定这个整个故事的走向 不错 但是呢 这个漫画连载开始的时候呢 就一直都没有提这个妇女关系 就他女儿也是有一个项目 就说这也不能一开始就说嘛 不能说这 不能贴这种标签 不能让别人沾行话 说是靠着这个自己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 对吧 然后在那个2019年9月 就是当快开播的时候 在这个漫画连载杂志上 就是漫画少年枪片上 就才正式公布了这个妇女人的关系 就说明白了 很有知情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TUO动画的话是由Origin制作的 然后导演是松剑真一 整个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三星动画 但我觉得就是就漫画里面 它有很多那种阴影 还有光线很明亮的对比 然后特别是动物的皮毛 描写的很有意思 3D画的话 你会感觉虽然就很流畅 但是就少点那种毛绒的感觉 就仁者见人 特别兴致 可以了 我也引用一下这个名言 意见人 意见智 对 对这个动画片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把漫画翻出来看一下 然后因为是一个 本人86也很喜欢看 少女漫画也很喜欢看 这个少女漫画 所以在里面的话 就你会感觉两种严肃都有 对 就比如说就很经典 就拉着就两个小伙子 动小伙子 拉向对面的这个领带什么的 就很经典的姿势 对 很细节的一些动作 对的感觉 然后再说一个就是 奇阳兽道 这也是一个穿越题材的动画 他是说 有一个很喜欢动物 很喜欢兽类的一个 直接摔跤手 叫柴田园葬 他有一天就被召唤到了 这个异事界 然后异事界有公主 然后公主就说 好不容易召唤你来 就是希望你去当一个勇者 去把这个魔兽 就全部驱逐掉 然后刚刚也说 竹人公主 他一听到 驱逐这个动物野兽什么 就受不了 然后就给了这个公主 一个背摔 经典画面 也是预告里面 反复出现一个镜头 然后这个漫画的原作 是由 阿卡津奇 拿子面就是 做为美好世界 身上祝福 欣赏说 作者来参与制作的 然后里面也继承了 很多 他很熟悉的创作手段 其实在异事界 也没有那么多 苦达求生的日子 主要还是讲 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这么一种感觉 里面是说 主角就很想在异事界里面 开宠物店 异事界也没有 开宠物店的这么一个说法 然后随着故事进展 就养很多奇怪动物 然后身边有很多奇怪的人 来就帮助他 恐怖宠物店 我没有恐怖 其实是搞笑宠物店 对 是搞笑日常生活 挺有意思 然后就如果你也喜欢 就为美好世界 身上祝福那种 就比较诙谐的一些日常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找来看 行 有意思 到我了是吗 其实我最近看的话比较少 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上个月 我把刘汉把健身少女看完了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体验 你也开始健身了吗 对 我现在觉得现在体格不行了 所以我 逗健身 对 几个名 反正就是决定开始健身了 然后健身的时候 因为就是一开始比较胖 生活 对 就是你要剪纸 对吧 咱说剪纸 剪纸艺术 对 中国名言传统艺术 剪纸 剪纸艺术 然后剪纸就跑 跑那个椭圆机 椭圆机对膝盖的负担不是很大 而且能很有效的 就是有氧运动 就是减脂效果比较好 然后教练说 你又跑个45分钟就行 然后45分钟 一个动画冲下来 然后你看两个画就嫌长 然后我现在开始改看日剧了 你是在健身时候还能看东西是吗 对 因为他就跑步 下面放手 对 放手机 你就看 然后改成看日剧了 看动画没看 看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这健身了 这有半个月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健身少女里面讲的那些东西 对 玩家 就是各位观众千万不要很轻易的就拿来当中自己的这种经验来看 因为就是确实是每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 对 他里面教的很多是增肌的一些过程 但如果你本身比如说像我比较胖 要先 肯定要先减脂 你才能增肌 但你也可以同时进行 但是就是你要是先增肌的话就是效果不会很明显 对 而且对身体的负担有很大 对 所以那些东西你就可以看看有些那个基础的知识就行了 对 关键的时候就是各位想减肥的还是得就是找找私教 好好就是咨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 就健身第一步我已经听出来 就是成为你们就是朋友圈里面这个健身的这个小指导 对 说话一套一套 健身的第一步是你先肯定得先交钱了 对吧 你把钱交上 传销开始 斗哥开始 那我请问我们如果几个人一块去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呢 对 大家一起练 对一起练还优惠是吧 对反正就是看完这个之后也开始健身了 然后也没什么事 没大有什么时间看动画 然后我只看了肺的 做一个月初你肺的肯定得看 又有转折了 对 然而我只看了第一集 对不起 第三集应该马上出了 肺也不健身 里边 不是 但有练块的英灵 对对对 还有一些 就是这个费的第六部 是第七部 绝对魔术战舰巴比伦 他讲第七部的事 然后反正一开始登场了 第七特一点 对 第七特一点 对 反正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 因为他这个故事本身是奈须自己写的 奈须魔物 亲自执笔写完了这第七部 然后看了一眼 就第一话作画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很多很大魄力的战斗 对 然后也有很多 就是各位一些很期待英灵的 有多登场了 比如说那个 那个谁 公领 对 修达尔 对 伊什塔尔 对 他登场 然后他登场的时候 他的一些战斗 这个屁股的镜头 特别多 对特别多 正义联盟吗 就老给神经侠 专业打call的镜头 对 然后就是 九十年代后谷风格 对 然后马修的也是给屁股的镜头特别多 所以看来特别闪心悦目 对 然后恩基督也登场了 然后金闪闪也登场 C闪 就是数捷的闪闪也登场了 对 也只是就露个脸 人气角色 对 然后那个作画也挺精致的 虽然是整个废的 它是一系列 一个大故事传下来 但如果说你前面六部完全不理解 你看第一部也没问题 对 因为第一部也是讲了一个独立的故事 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小小的致志点 需要各位观众去自己去补一下 但是整体来说不影响观感 我觉得这部可以说是十月分钟 我粗略了 其实看了很多其他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有心理的还是这个 但郭文杰你还是 对不起看的太少了 健身实在太累了 有时候 健身回家就什么都不想看了 直接就睡着了 对 直接就睡着了 是这样 现在每天锻炼多久 现在每天两小时 两小时 每天两小时 那辛苦了 就是有一小时做舞养 拉拉背 练练腿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跑团圆机 跟杜哥一聊天 健身这两个字一提 按十分钟过去了 对 主要是你看动画里面练 健身肩少女里面练是那样练 但你实际你自己练 就完全练 根本就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美好 你可以看他 然后你吃你的 你看他的 对 而且就是说 你看动画里面 你描写身体的变化 描写特别明显 但是实际上 你自己锻炼的时候 你的身体改变 你是很难觉出来的 只有上秤的时候 往上看 自己掉下来一点 那可动画片的 对 所以动画片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所以动画片骗人的 应该少看动画片 该现实一点 我应该去搞那张土壤 天空树阿虚了 对 在动画中寻找真实感的 都是脑有病 这主要是什么 就是动画里面描写的肌肉 那个东西 描写的特别夸张 但实际上 就是正常人练 是练不成那样的 你像想练成教练 那种随便抱一 那肌肉块全出来的人 那种人就是一天二十小时 都得泡在那里 对 然后吃也是非常 就只能当教练了 对 严格管 我那教练都有小度了 是你不当教练 要不然你就是什么这种 健美 健美选手 对 对 对 一般人是练不成那样 而且一般人就是 也就是说 就是教练说 一般人就是你练成匀衬点 看起来穿衣服好看 对 就行了 你不要成那样 那样太过分了 是 对 所以就是动画就夸张 但豆哥你在练两年 是不是能撕衣服了 什么的 对 这你看练哪 教练说 你这练也得有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要是光练腿 你可能就变成那个腿迷骨 就变成那样了 如果你光练上半身 你就是可能是一个 就是一个三脚型的一个 所以就是应该都练 对 应该都练 看比较匀衬一点 对 就是让自己看 就是你健身之后 对你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 也有好处 不说了 再说就真诚安利了 就精神状态 就感觉你最近还挺累的 对 不看动画干什么 对 而且我现在也不能随便吃 对 你得管住嘴 然后就导致了我这个胃肠 也不是特别好 对 然后就是 肠痛苦 对 再熬一熬 熬上个一两个月 习惯了就行了 管住腿 张开嘴 对 我每天的治肠 对 我一年之后 也能生你这样就行了 但这特痛 我跟你说 有个特别缺责的事 那天我给哈老师说了 就是我那个健身房 它在一个商场里面 对 那商场在五楼 然后 每次 就是那个五楼 除了那个健身房以外 其他全他妈的是饭馆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每次 闻着香味进去 再闻着香味出来 你知道那种感觉 什么瞎不瞎不 什么小横水饺 什么比平石斧 对 就特要命 有合作 我觉得是个阴谋 对 行 就这事 最后 最后说说 小岛笑不不利剑 小岛笑不利剑 对 就有个动画叫 No Bounce Live 然后 这就讲 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未来世界观望 就机械身体很普及了 然后男主的是一个 常有枪的男人 叫十三哥 叫十三 他是一个专门处理 改造人纠缝的专家 然后 这动画 他动画作者 就漫画的原作者 叫乌丸框 他是小岛笑不粉丝 然后小岛笑不不现 又是他粉丝 对 然后前段时间就 感觉小岛笑不还挺轻松的 游戏做完以后 接受各种采访 然后凭电影 凭漫画 凭动画什么的都 终于能干点自己 真正想干的事情 对 然后他就推荐这个 Nogang's Live 然后就说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 硬汉的一个题材作品 然后 漫画原作画功也很好 有一种 继承了以前的 大有克养 四郎正宗 这些 以前的那种硬盘 画功的感觉 对 然后感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漫画 推荐大家去看看 对 动画版的话 我就感觉那个十三哥 就更强壮一些 他的 整个人都宽了一圈 特别是下巴 还有他的肩膀 可能就画稍微夸张一点 可能是以前漫画是竖的 现在变成横的 动画变成16比9了 拉伸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动画里面 肯定是没有漫画里面 那么精致一些细节 包括各种 机械灵界的那些 很细致描写都没有了 所以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把漫画判出来看 可以 行 不错 然后碧栏航线 说说吧 听说 我还真没什么说 刚才名都叫错了 我配说 那我先说一点 我个人感受 就是首先对这个 没敢抱那么大期待 因为他的前辈 GNC的动画实在是 颇有争议 是吧 我这也能前辈 对 算是前辈 然后呢 这个 这里边动画表现出来吧 好多这种既视感 就是什么的 他老说一些 在游戏里边 手游里边 对 然后他 刻意涉及一些情节 然后让他能在这说出来 然后 有意思的是 就是 角色之间的一些话语反应 沟通起来 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 就是我的 拉费将 是吧 拉费将 成天就跟个醉汉似的 没想到他是这么不清醒 然后拿一瓶可乐 但成天就喝醉 然后 肯定得糖尿病 一上战场 也是特别 看起来特别懈怠的样子 我是没想到 他这个上战场 是用这种合体的这种形式 旁边真有船 对 就是真有一艘船 然后还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真正上战场的时候 这个人就跟船合体 还有点这种演出变身 对 然后人还长这样 然后就是身上开始 就是加上这些装备 就是脚底也踩着这个 是吧 然后手上有炮什么的 这种 对 就是我没想到 我加贺桑的这个 能变成一大狐狸来 就是之前 他那些主机的PS 那crosswave也好 然后手游也好 完全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俩本来就是妖狐 就挺奇怪的 没想到 能直接变成一那么大的东西 还挺酷 第一集就放出这么一个画面来 但是我没太搞懂 他这个设定 就是说人类 为了对抗这个 赛人 就算外星人吧 然后之后 创造了这些船 这些人 创造了这些人 然后发现这个人 可以和船合体 然后可以去战斗 然后在这个动画里 是不是就没有人 就没有人登场 就像机械在操作这一切 对 就感觉像尼尔的故事一样 就是说 其实人类早都已经都灭绝了 就根本没有人这个东西了 然后之后 但是这些船 他们也被另外一股力量 就骗他们 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 所以你们要去保护 深刻了 跟他们进行战斗 有道理 因为游戏里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指挥官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动画里出现 是一个meta动画 这到最后 然后就告诉你 不过你仔细想想 你这个指挥官在游戏手游里边 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出现过 出现过 是吗 就剧情里面 就是你说什么购物什么 但他没有一个形象 感觉就是一直是他们在跟着我们汇报一样的东西 对 然后每次是 都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有这么一个人 对 赶紧看看 剧本《恒美太郎》 又恒美太郎 对 是不是 对 里面还有小黄鸡 还是说那个鸡就是人 其实指挥官长的样就是那个鸡 人已经将至了 对 就是人以一种另外的形态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躲避这个外星人的 慢慢退化 变成了这个没什么用的 就也没准是一种进化 所以纳尼亚这个尼尔上头 尼尔论 写一个 万物都可以套尼尔 对 反正 而且就 比较看这个动画 我觉得战斗画面还是挺精彩的 就比较有想象力 对 所以有时候还挺崩 战斗桥段 而且我发现这个音效做的句好 就是各种武器发射的时候的音效 我可太好听了 就它不像那种 咱们平常看动画里边 比如发射一个炮 就那种爆炸的声音 它这种带有一点科幻感觉的那种声音 然后还有那种 比如炮打到水里的时候那个声音 哇 它真的是就非常的吸引 有特点 对 对 这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最喜欢的克里夫兰也当了主角 是吗 我怎么没觉得那是主角 但我觉得Z23是现在是 因为第二集也没看出太往后展开 Z23确实没有你们当时说那个四个阵营 然后四搜四个主角 游戏里四个主角那种感觉 因为游戏里其实就是让你选三选一 然后Z23等于是一个你往后做任务能得到这么一个船 不过我看完这个动画 因为这个游戏里边包括的那PS游戏里 其实只有力会 顶多手游有赖腕地 或者说某几个简易3D的那种形象 然后这次看动画之后 一个个就是完全的就站在那 有身高不一样 然后那个形态不一样 然后有这个卸了甲的 有这个穿上了 然后战斗中的一些动作 关键战斗的时候就看着还挺奇怪 所有玩家都觉得你这什么意思 对 根本没看过 就撒人拉一团 碰碰碰碰碰 炸漆 对 现在这动画也都是各种近战 就是大家近战拼刀什么的 对 近战攻守 没想到你比一个那个驱逐舰 冲的还靠前 我觉得这碧蓝航线 应该出一个格斗游戏 对 对 就跟这个碧蓝幻想对标 可以 不过你发现了吗 他们作为这个水里的船 他们老在天上飞 一会儿 这拍都快跟龙珠似的了 就怕他们发个波什么的 就动作戏就做的非常有特点 对 感觉导演就很敢做 然后刚才提到 就是那些人物的这个身高比 还有一些动作设计 然后包括这个捉托甲 这种感觉 感觉非常适合出Figma 然后就其实那个 对 最后 第二集最后 那个贝尔法斯特 挡刀 我只路过女仆 这么一说 我感觉 我求你赶紧安排吧 我靠 Figma赶紧来 因为动画是最 怎么说 最能让人以这个廉价方式 能接触到这个作品的东西 然后他们 因为日本那边可以录制 然后想什么看 什么看 对 接触人可能更多 然后除了为你这个游戏法理之外 我觉得 作为这个实体商品 这些周边也该搞一搞 对 所以我就觉得吧 这动画虽然 其实制作还挺简陋的 然后我当时看推测说什么 也发动了很多 当时人手不足嘛 就发动自己身边亲戚朋友 同事同学什么的 一起来帮忙做动画 是吗 对 那还全都会挺牛逼 可能是对 动画学院 对 但是虽然做的比较简陋 有很多就场景崩坏 或者人物里人走行什么 但是就每次动画播出的时候 就推特上都挺火热的 然后微博上还讨论度挺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 想象之上的水平了 对 这主要是没有太多期待 然后之中你出来的时候 就还不错 对 对 然后就看着就挺开心的 是这样 对 但国内就好像是正版 是国内是正版 就感觉删解部分还挺多的 对 对 然后其实就这个导演 感觉他做很多美睫的风镜 就做那些被删解部分 还都挺走心的 然后我是就看生肉 然后觉得每次一集少两分钟什么的 还挺难受的 你说这 我突然想起来 我又看了另外一个 神天川 Jet girls 我突然想起来了 对 就是水上暴力摩托 这动画 昨晚我也看第二集 还挺有意思 是真的好看 也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这个做的不是很精良 但是 真的好看 但做的也不是很精良 但还是很吸引我的 他讲就是说 算是在近未来 有这么一种水上运动 就是两人一组 驾驶摩托艇 一个人负责驾驶 然后后边站着那个人负责射击 然后之后 就是同场竞技 然后大家看谁最后能到终点 就这样一种 疯狂麦克斯那游戏 你开皮卡 后边人家一枪 对 差不多这个 但是我还没太懂 他这个设定 就比如说后边站着那个人 到底是干嘛用的 他那个枪是可以射 打到衣服上 然后衣服就爆了 对 可以影响对手射击 然后打到车上的话 他那个车上 就摩托艇上 有很多感应点 打到之后 会出发 特殊效果减速什么 激光CS 对 真人词 如果你是 击中很多次的话 对方的摩托艇的速度 会不会限制很多 反正还真 挺有意思的 对 而到时候出游戏 也肯定会买一份 嗯 对 然后玩一玩 嗯 行 然后呢 大概就看了这些 嗯 也就没什么别的了 对 希望听到的朋友们 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看到的 自己的健身经历 对 对 对 我们来 对以后 同学你在评论区里 发出广告 什么 同学区什么 能不能配图 给大家贴一张 对 对 我的 配图可不能下配 容易出事 我的改变 现在只能是 你留微信号了 对 但现在呢 我们这个网站呢 随便留微信号 是会被封号 我的 3378 一种情感 45818 谢谢 对 别真假 对 行吧 反正就希望 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你关注的 10月份的动画 然后聊一聊 包括我们提到这些 你看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 然后反正下期节目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现在下期节目 是两周之后 就是12月了 估计得 按照常语来说 应该是11月 你想咱马上杭州核聚变 杭州核聚变完了之后 估计也没有时间录 又广州核聚变了 对 广州核聚变完了才有时间 广州核聚变彻底完事了 估计就有时间了 感觉是到都快到11月中下去了 对 10月中了 但说不好 那时候突然 比如说开始放死亡搁浅的各种内容了 咱们的新闻节目就被砍了 对 然后那一周都是死亡搁浅 对 大家都是化身快递员 是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宝可梦发售了 对 宝可梦要发售了 11月15号 是 10月31号 P5R发售了 我还定了一张 对 那完了 对吧 就直接就12月份 这事真的 然后12月又TGA了 对 那下次 听播了 听播了 一月份试看吧 对 对 大家半年后再见 就没有办法 对 这个 录节目也不容易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 掐几算还挺难受 时间过得很快 夜幕就要降临 对 也没什么办法 可能大家且听且珍惜 大家多看动画 多玩游戏 对 行吧 反正就这样 然后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再见 提前 提前下播 控制不当 谢谢 对 行吧 那这期就这样吧 期待大家这个10月份推荐 可以分享给大家感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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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